大哥 你感觉怎么样 我不放弃 就是太疲累了 休息我一晚 已经完全回复完了 现在宁愿成什么情况 外面什么情况 嘿 你这个混账猛八蛋 左眼要不是老子手快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之后哥已经殉国了 你要是再死了 你还让老伯活不活 你让皇上到哪里去找一个 像你这样的陈子穴 你脑子被驴踢了 兄弟 都是大哥我 太过答应了 太过自信了 仅仅带着三万兵力 就将兵风推进到了宁愿 对于后方没有及时做出补述 若不是你跟丁国兄 及时干到结尾 丢了宁愿失晓 威胁到了山海关的安危 我可是 如何对得起皇上 得了吧 就这一场打到现在 你说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能够打成这样 满洲八旗调动了七八万大军 数十门火炮围攻宁愿 都被你这两万人给守住了 谁能做得到 至于你说 仅仅带了三万兵力 若是你山海关清朝出度 那才是真的危险的 一旦你的助力全部被围 那山海关根本等不到我们赶到 就已经被人家给断了 这个且不说了 现在战区什么样了 大哥放心 从昨日到今日 满洲的阿子已经停止了攻城 正好给了我们修正的机会 如今李定国率领之两万惊奇 以及火炮营 驻扎在了城外 即便是满洲的阿子攻城 他也可以同领通州镇 与京营的惊奇发动进攻 牵制阿基格东市 郭上海现在与谭耀宗 宋林率领之山海关 与七州镇的兵力 在跟多尔滚的一万惊奇对峙 短时间内 多尔滚想必也奈何不了他们三个 毕竟他们手中 可是有着两万多兵力 什么 宋林出兵了 他好他的胆子 我给他的言令 无论战绩如何 绝不许他率领兵力出关 他敢唯物降令 难道不知道山海关 对于大明有多重要 大哥 你还嫌他宋林出兵晚了 老子还要找他算账呢 回头看到了他 绝对将他的狗腿打折 这个混账 竟然敢见死不救 李定国与郭上怀 都要跪地上求他嘞 要不是皇上来了之意 让李定国临时 截至山海关军武 只怕他宋林还不肯出兵呢 王八蛋 他都忘了他能够有金钱的地位 到底是谁给他的 没有大哥 他算个屁 糊涂 高台丢了也就丢了 一个高台算得了什么 可是你们将山海关的兵力 都给调到了城外 万一多尔滚突袭山海关 城中连个作战指挥的将领都没有 那还不被多尔滚一举拿下 我对于他宋林再重要 难道有山海关对他重要吗 难道有大明的安危更重要吗 哎 你这个人 你咋他妈的不知道好歹的 你死了 就是山海关守住了 有个屁用啊 我还等着你改日 带着兄弟们杀入满洲的圣经城呢 皇上现在已经是九五之尊了 不可能还要一家亲战 日后没有了你 谁带着我们打仗 没有你 老子谁也不服 闭嘴吧你 你决定 现在满洲的阿子 没有任何的动静 他们没有攻城了 能有什么动静 现在只怕在全力修整了吧 毕竟大军连续大战半个多远 即便是满洲的阿子 也已经疲惫不堪了 你 你给我滚开 赶紧去城头观看 还有 派出骑兵出城 询问李定国 现在满洲大军到底有没有什么动向 传令给郭尚怀 几借所有兵力 退手前吞 主力不得越过前吞 保护身后的山海关 快点 伊林 如今满洲兵力 应该至少还有六万兵力 都驻扎在哪里 大哥 现在的满洲兵力 主要分布在北面跟东面 定国大哥 占据着南城跟西城 有什么不对吗 走 去东城 不对 这东城跟北城的满洲大军军营 绝对没有六七万兵力 少出的兵力呢 兵力不对 是怎么可能 从大营的兵力分布看 北城有满洲精锐三万人 东城有两万多人 总计绝对不会超过六万人 这可是连他们的伤员都算入进来了 起码少了七八千的兵力 你说呢 定国兄 就一到现在 你可观察到了满洲 有调动兵力的迹象 没什么动静啊 我派出了两波气态 分别向东向西 延伸出去三十里 来回巡视战场的敌情 昨夜没有任何动向 可是 满洲的兵力确实少了 绝对是少了 此次多尔滚跟阿极格 率领着香黄旗 正白旗 香白旗三旗助力起来 兵力不下七万人 加上正兰旗的两万多人 以及锦州原有的兵力 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人 除非多尔滚在高台部署的两万兵力 这满洲主力在宁愿一带 凑多有八万人啊 半个多月的大战 他们伤亡不小 可是兵力依旧有六七万人之中 可是我刚刚已经看过了 北城跟东城的兵力 根本就不够六万 其余的兵力呢 哪里去了 提督大人 昨夜到现在 起码有三四百旗探 在东西两个方向游异境界 若是有大军调动 不可能瞒过我们的旌旗的 他们可都是九星大敌的老手 定国大人 你跟老长 都是从皮岛站上撤下来的 刚刚打完了海战 莫不是忘记了 满洲现在还可以调动水师吗 若是他们突然摆撤一支兵力呢 在后方安排船只运送兵力 直扑高台 我们的旗探 能够发现得了 李定国和常乙林 脸色同时大变 这个他们两个 可是真的没有想到 那大哥 现在我们怎么办 定国兄 你倒是说说 这李延派出的精英员兵 现在到了哪里了 谁是助将 帝都大人 如今精英之中最善战的 就是赖重萧了吧 若是李延持援 必定会让赖重萧同郡 前日我在沙海关之时 宋林就曾经说过 三天的时间 精英就足以干待沙海关了 如今已经过去两天半了 即便是现在没有赶到沙海关 相距也肯定不远了 这么说 沙海关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只要我们沙海关不丢 出动权就会在我们手里 至于高台 我做情终 接下来就是郭尚怀的大军了 两万多兵力 若是单独面对 多尔滚的上万兵力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现在担心的 就是满洲八旗这支兵力的突袭 如果突然偷袭郭尚怀的背后 那郭尚怀 绝对不是人家的对手 只怕都有被多尔滚为监的危险 只怕现在回事 也未必赶得上了 赶不上也得赶 丁国兄 你率领通州镇 即刻向着高台风向撤离 持愿高台 阿长 你在城外掌控精英精气 跟火炮影 提督大人 若是我带走了通州镇精气 那这里 放心 我还没有战死 如今补充了八千精组 便是阿极格全力攻城 我也可以坚持上十天半个月的 各个框一旁 还有老长的 所谓的 准备 导致